东杰的家乡是辽宁大连,一个很美丽的城市,东杰于1980年出生,在他16岁的时候就登上了杨氏春瓦的舞台。 他的身份虽然是一个舞者,但是他那完美的舞姿让很多的观众注意到了这一个女孩,于是就开始出演了自己的第一个小品。 说来也奇怪,这一个小小的角色竟然打开了他的演绎之路,东杰在20岁的时候出演了电影幸福时光。 这是他经过努力奋斗得来的结果,他在里面是演的是女主角,这个角色才是真正的角色。 出演这一部影片之后,他的知名度就打开了,于是他的影视资源就越来越多。 东杰是潘月明的前妻,这个身份就让他备受外界的关注,不仅仅是东杰的生活,就连他的穿衣搭配也有很多观众关注。 下面就来让我们看看他的穿搭吧。 东杰在大夏天的穿着一件毛衣,这件毛衣虽然很突兀,但是还是很好看的,有着很文艺的气息。 东杰的妆容很精致,虽然他穿着一件毛衣线身,但是看到他侧面的时候,就会发现所有的目光都被他的鼻子抢进。 以前总是听别人说东杰的鼻子很完美,直到今天才发现,他的鼻子是真很完美。 流畅的线条,挺拔的鼻梁,说一分多,少一分少,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。 东杰穿毛衣线身,却被侧脸抢进,终于知道最完美的鼻子长啥样了。 东杰的身形也是很优美的,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裤子,这样的裤子很简单,但是搭配一个装色系的毛衣就会显得不简单,有一种别样的美感,很是动人。 东杰还有很多好看的造型,下面就来让我们看看他的另外的造型吧。 东杰身穿一件草绿色的上衣,这件上衣是被新式的剪裁,搭配一件黑色的包囤裙,不是很修身,但是可以展现他窑窕的身姿,还是很优雅的。 东杰身穿一件刺绣长裙,这件长裙的质的很是顺滑,有着不一样的美感。 嗨叉的裙摆搭配精美的刺绣。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